AI 交互编程是面向7至10岁学生,以人工智能技术与交互式体验编程为特色内容的新型课程。 教具采用8个外接输入端口,2.4 LCD 彩色触摸屏,同时支持模块化编程。 Python 与 C 语言编程的高性能E6主控系,搭配以超声波、颜色等多种传感器,语集人脸、二维码、手势、语音等12种识别功能的AI试听模块,最大程度地给学生创造一个创意想法的实现空间。 每个课程体系,由易到难,由简入返,层层递进,任务类型不断切换。 学生通过每节课完成一个独立作品,不仅学习到结构设计、机械传动方面的知识原理,具备如流程图的绘制能力、疑难问题的解决能力和复杂程序的编辑调试能力。 在 AI 交互课堂教学中,老师更加注重学生在技术方面的想法表达、主题实现、方案优化和创新设计。 每个主题任务所涉及到的知识原理或方法,都要通过认识了解、自主探究、归纳总结、实践应用的过程去逐步掌握。 因此,教学设计环节非常重要。 在情景导入环节,我们通过动画、视频、游戏或提问的方式,引入本节课的主题任务。 促进学生自然顺畅地尽快融入上课的轻松氛围,为本堂课接下来的课堂学习做好适当的预热。 在提出任务环节,老师需要表达清楚本节课总任务目标。 对于小学生来说,在目标任务的结构或功能层面,可以限定更多细节要求。 老师除了语言描述目标任务之外,还会播放作品方案的演示视频。 学生的认知则会更加直观。 AI交互课堂任务需要首先完成结构部分。 搭建之前,老师带领学生一起分析结构,思考构建的合理顺序和方法。 整个过程为结构分析及搭建环节。 通过师生分析,将整体结构从空间设计角度划分为多个不同的部分。 分析完毕,学生按照步骤提示进行拼搭。 对于陌生零件或特殊结构,需要老师专门讲解。 当个别学生遇到困难时,则可以适当进行辅助指导。 初期以模仿搭建为主。 中期,老师可以灵活地选择跳跃一些步骤,适当提高难度。 后期,老师则可以给予学生多一些挑战的空间和机会。 搭建完成,老师依次检查每位学生的成果作品,确保与课件方案一致。 接下来,学生将零件盒放置一边,打开电脑,进入程序的分析及设计环节,做好各项编程准备。 对于复杂任务,一次性编程到位,对于学生来说,显然很有挑战。 通常的做法是将总任务目标分解成几个小目标,更易于学生循序渐进地,有把握地去完成。 编程前的准备工作必不可少。 依次打开电脑和编程软件,连接好电脑和E6主控器,实现软硬件成功连接。 在编程过程中,分析与调试程序是交替进行的。 老师不会直接给出学生答案。 对于可能要用到的新命令,提前介绍讲解,或通过流程图、类比等方式帮助学生梳理思路。 在初级学习阶段,学生只需读懂和理解流程图所表达的含义即可。 对于交互类任务,学生不仅要对机器人进行编程,还需要创建一个动画游戏作品,使机器人能够与动画角色实现消息互通。 编程完毕,学生要反复检查和调试机器人完成任务的情况,确保最终目标成功实现。 任务拓展环节是老师对于学生更高一级的目标要求,旨在让作品更具创意性,功能更加多元化,难度更具挑战性。 最后的总结评价环节,老师带领学生一同回顾本节课的重点难点。 对每位学生进行结果性评价和过程性评价,逐步培养起学生的技术认知与分析能力, 技术实现与创意能力,以及科学全面的技术评价能力。 编程改变孩子未来 中文字幕支还ELraz! 中文字幕支 especially 者们理计创意!